在学校的时间 就这么几年 我没资格 去想谈恋爱的事 小方都跟我说了 你误会她了 那女孩子不是她女朋友 黄同学 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事 给你带来这么大麻烦 对不起 胡林不是我的女朋友 我已经跟她说得很清楚了 她以后不会再来骚扰你 是那女孩子追求小方 把你当成假想敌 小方还觉得冤呢 我把你当成朋友 我没有骗你 其实我有没有女朋友 我不用跟任何人解释 我也没打算谈恋爱 她恋爱对我而言 是奢侈品 是负担 我没时间 也没有这个物质条件 我爸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 妈一个人打两份工 跟我到大学 我大一就开始勤工解学 我大一就开始勤工解学 当我拿到保研名额的时候 我斗争了很久 当我决定去读研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没有退路了 我要尽一切努力 拿到全额的奖学金 在学校的时间 就这么纪念 我没资格去想谈恋爱的事了 来 来 别光顾着说 来 吃 吃虾 虾 嗯